中途的地方 很舒服 然後外面的風景很美 真的可以就是 看著風景休息這樣 因為品嘗壓力很大對不對 對其實很難就是 中途的地方可以休息 可能如果沒有這個空間的話 我們可能就是隨處找一個比較 比較常見的可能超商那種 可是就是會覺得想說 就是短暫的就是 在這邊待著然後就趕快走 因為就是不是一個 覺得說可以久待的地方 對然後如果在這邊的話 就會覺得說比較舒適 然後也比較可以在那邊 真的得到舒壓 社工是用專業 在學我們鄉親的 一行 這個一位朋友 所以他們每一天 所面對的可能都是 生活最困難的可能是 面臨一些 生死交關的問題 還是說家庭博力的 這些案件 所以我們希望說每一個 三天都可以 照顧好自己 像是自己之後 才去學會別人 我們在雲林縣六大分局區 有六大社福中心 那每一個社福中心裡面 我們設了一個喘息的空間 讓所有社會工作師 他在閒暇之餘或是他在心情 有遇到任何的不安跟焦慮的時候 他能夠停下腳步來到 我們的這個喘息空間 喝杯咖啡 讓他索解一下情緒 轉換一下心情 我想他未來在整個社會工作服務上面 會更有續航力